乌军成功夺回1000多平方公里领土 当地时间9月8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和南部反攻 夺回了1000多平方公里领土 以及超过20个村庄 据英国卫报9月8日报道 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还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乌军士兵控制了东部哈尔科夫州 拥有2.7万人口的重镇巴拉克列亚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主要作战部副部长格罗莫夫 此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军向俄军防线方向推进了50公里 并在哈尔科夫州和乌南部南部格河流域等地区 重新控制了7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格罗莫夫还说 乌军在东部斯拉维扬斯克前线推进了3公里 重新控制了居民点奥泽尔涅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称 乌军的反攻稳步推进 从容不迫 他还特别提到了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在支持乌克兰军队反攻上所起到的作用 另据莫斯科时报9月8日报道 俄军8日已从巴拉克利亚撤退 视频显示该市的建筑物上悬挂着乌克兰国旗 当下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烧 西方国家也是加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 这让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 目前俄罗斯内部的经济状况还是非常不理想 不过俄罗斯的合作对象绝非只有欧洲诸国 中国就直接给普京政府送上了一份大礼 9月6日环球网消息指出 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 鲁特涅夫在俄罗斯24电视台节目中表示 俄罗斯远东地区90%以上的外商投资来自中国 特鲁特涅夫还表示 俄远东地区没有与亚太地区任何国家中断经济联系 据这位俄副总理介绍 联合项目的数量在继续增长 其中包括与韩国、日本、越南和印度的合作项目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在针对西方的制裁采取行动了 9月6日环球网援引俄方行业专家表示 尽管俄罗斯有益利保粮食出口 但仍面临着西方制裁导致的信用风险和非正式的制裁 为此俄罗斯正努力拓展粮食贸易 9月5日开幕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上 关于中俄农业合作前景的话题预计会成为热点之一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 此前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农业是中俄双边贸易的一个亮点 中俄粮食贸易绝对数量目前并不太大 双方合作拥有广阔的空间 并且俄罗斯之所以陷入经济困境 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 而一旦两国冲突结束 这些封锁和制裁都将消失 对于俄乌冲突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 俄罗斯军事评论员弗拉基斯拉夫 舒雷金就曾表示 基辅政权将在18个月内开始崩溃 不知不觉间 俄乌军事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有余 截至目前 冲突仍未出现停火迹象 近来甚至进一步升级 因为乌军于8月底展开了反攻行动 而需要重视的是 在俄乌并未休战 局势依然紧绷的背景下 深度介入俄乌冲突的美国 突然宣布了一个重磅决定 据悉 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向乌克兰输送了大量军事援助 是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关键支撑力 而就是这样一个特殊角色 近日突然决定 在俄乌战士再度升级的敏感时刻 试射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据海外网原以美国国防新闻周刊6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计划于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 范登堡空军基地 试射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 该发言人还补充说 此举是例行测试 以提前通知俄罗斯方面 据了解 这是美军8月16日试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以来 不到一个月再次试射此类导弹 报道提到 民兵三导弹是美国海陆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美军现已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宣布的上述消息 很快便震动全球舆论场 而提前得知消息的俄罗斯也不是好惹的 俄军也于当天宣布在俄乌冲突中 再次使用了口径高精度海基远程导弹 据国内媒体此前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9月6日称 俄军使用口径导弹 摧毁了乌军位于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州的大型燃料库 俄空监军的战机和防空设施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乌军三架苏25战机 而在这些先进武器的帮助下 俄军在战场上如有神助 屡屡取得丰硕战果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7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 以完全控制科德马镇 该镇位于战略要地巴赫木特以南 俄军控制此地后 可以继续向北对巴赫木特展开包围 此外 俄军还继续在克里沃伊罗格 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等地 打击乌军军事目标 当下俄乌冲突仍在持续 双方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济和人力 并且还在不断投入中 局势已经彻底进入白热化 9月5日媒体消息指出 乌军近日在南部俄罗斯控制区域展开大反攻 双方在赫尔松州爆发激战 有军事专家指出 赫尔松之战的成败 对乌克兰方面有重要意义 它将成为整个冲突的拐点 乌克兰官员9月3日表示 乌克兰在南部正在进行的反攻 是有目的 有条不稳削弱俄军和后勤的行动 而不是旨在立即夺回大片领土 俄罗斯国防部9月4日在美日战报中指出 乌军继续试图在尼古拉耶夫的某些地区站稳脚跟 但没有成功 但是就在这种紧张的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却突然受到一个噩耗 让其非常惊讶 9月6日环球网消息指出 俄罗斯外交部5日称 俄驻阿富汗使馆附近发生爆炸袭击 导致包括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在内至少8人死亡 对此中国方面也给出了回应 9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外交机构和人员的恐怖袭击 向遇难的俄罗斯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人员和阿富汗平民表示沉痛哀悼 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我们希望阿富汗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外国在阿外交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国际社会也应共同为维护阿富汗和平稳定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自俄军在乌东地区拿下重要城市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后 俄乌双方就开始在顿涅茨克州的巴赫木特 瑟维尔斯克地区胶着了好几个月 虽然进展极其缓慢 但俄军仍然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然而谁也没料到 这一僵局居然被节节防守的乌军打破 8月底开始 乌军开始在赫尔松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双方还未完成奋出胜负时 9月7日 乌军忽然自乌东哈尔科夫地区发起另外一路反击 至9月8日 突进了俄军防线60余公里 24小时内 就近乎攻下俄战重要城市巴拉克利亚 这可是一座规模和俄军 打了近一个月的北顿涅茨克差不多的城市 前线冰封 更是直逼整个俄近卫20集团军 和伊九姆作战后勤基地城市库普杨斯克 着实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挺俄和挺乌派网友 至今都对赫尔松地区的作战结果有争议 但对这次哈尔科夫突击行动的胜负却争议不大 甚至有人喊出了西部军区必须全部枪毙的口号 可见俄军失败之惨烈 总结本次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失利 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俄军糟糕的战场前沿侦查 在乌军发起作战行动之前 已经有不少支持俄罗斯的网友 发现了乌军在哈尔科夫和伊九姆方向 有大规模机器的信号 但俄军不知为何对其置若网闻 作战结果来看 整个俄军防线被乌军瞬间就被撕裂 纵身也几乎没有任何防线抵挡 可以说是俄军全无准备 致使乌军的进攻作战行动狂飙猛进 这次大败第一口大国绝对需要 俄军西部战区的情报部门被 这些人确实都枪毙都不为过 二是不合时宜的兵力调动 之前为了打破僵局 逼迫乌克兰早日和谈 俄国防部宣布俄乌冲突进入第三阶段 即占领乌克兰的赫尔松 敖德萨等沿海地区 令乌克兰变成内陆国 但计划归计划 俄军第二阶段作战目标都没完成 只解放了卢干斯克一个州 不好好在乌冬继续打 居然把几个主力部队和刚组建的战役 预备队第三集团军 直接调到了赫尔松地区 让整个乌冬地区的俄军防线空虚起来 特别是不在俄军经营重点的哈尔科夫方向 更是虚弱的可怕 致使乌军找到了突击破局的机会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俄军整个乌冬战场恐怕都要很不妙了 因为目前整个俄军在乌冬地区重点屯兵的 伊九姆地区的后勤运输关键节点就是库普杨斯克 集团军司令部可以随时跑 但是车站跑不了 这个城市现在已经被乌军纳入了射击范围 而一旦乌军装甲部队真的快速拿下 那么整个乌冬俄军就会陷入全线洞窑的悲惨境地 上演关渡之战的乌朝剧本 这仗没法打了 虽然目前一些亲俄网友指出 俄军的增援部队俄罗斯空降军VDV 已经在靠近库普杨斯克的摄斧勤科沃 暂时挡住了乌军 空天军也在大幅度地增加低空飞行杀伤敌人 但只要稍微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 靠紧急运输来的青装空降军 来抵挡风头正锐的装甲部队根本就不现实 摄斧勤科沃被攻克也是近在眼前 而俄空天军不可能只靠单一军种就打赢作战行动 如果不出意外 在几天内 库普杨斯克就会被乌军包围 而俄军唯一的机会是能否从最近的本土城市 依靠铁路别尔戈罗德调来一支生力军 当然 对乌军而言 这种狂雕猛进也并非没有风险 一旦俄军在库普杨斯克挡住了乌军 配合强大的空天军 前进的乌军就会被逐渐耗尽 那时候已经得到的城市可能还得吐出来 所以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看谁更快了 近日 印度防长辛格刚结束对蒙古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又宣布 不久后中俄盟将在乌斯别克斯坦举行峰会 在世界处于前所罕见的变局的大势之下 蒙古突然成了大国们关注的下一个焦点 这背后有何原因呢 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全球大势来看 主要表现为东升西降 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力稳步上升 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 其中财富的转移最为明显 1976年七国集团成立时 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61.88% 发展到2021年 经济总量已经下降到世界GDP的44.68% 与之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全球GDP占比的上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缩水导致资源分配能力下降 西方开始出现政治激化 民粹主义现象 同时经济不景气导致货币贬值严重 大大弱化了他们军费的购买力 东升西降的大背景 又导致实力上升的国家有了改变不公平 不合理秩序的诉求 尤其是在实力转环的情况下 非西方国家拒绝在被西方压迫和剥削的勇气和决心 会有所上升 俄乌冲突就是因此而爆发 两边一开火 战争又动摇了资本的信心 历史上无论是沙皇亚历山大仪式 阅兵凯旋门 还是苏联坦克推进到柏林 俄罗斯只要跟欧洲产生冲突 整个欧洲大陆都不安全 所以大批资本开始逃亡美洲和亚洲 与此同时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几乎是不计成本的 冻结央行外汇储备 石油天然气禁运 现价 俄欧在很多层面上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欧洲迫于无奈只能放弃既定的战略自主 彻底倒向美国 俄罗斯也只能向东看 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应对来自美西方的封锁和压迫 在俄罗斯东向发展的过程中 蒙古国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从地形上看 中俄在东方的合作区域山巒叠障 有限合作尚可 扩大合作颇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蒙古就成了连接中俄合作的重要枢纽 早在13世纪 蒙古帝国征服者成吉思汉就是从蒙古高原出发 南下征送 北上征俄 二战结束后 斯大林坚决要求成立蒙古国 给出的理由有二 其一 蒙古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日本曾利用蒙古对苏联发动攻击 尽管诺蒙侃战役打服了日本 但蒙古的作用仍然让斯大林非常重视 其二 蒙古高原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 不仅是蒙古帝国 谁控制了蒙古高原都会直接威胁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 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 苏联将失去对远东的有效控制 斯大林没说的是 蒙古高原南下的便利条件也会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能让军队通行的地区同样能走商队 过去基础设施落后尚且如此 更何况当下 除此之外 蒙古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矿产丰富 煤 铁 银 铜 木杵量惊人 拥有珍贵的稀土矿和油矿 一旦开发起来 市场前景广阔 而且 蒙古是一个内陆国家 北部有俄罗斯接壤 边界线长3543公里 东部 南部 西部与中国接壤 边界线长4710公里 尽管蒙古近年来一直推行平衡外交 与日本 美国也保持着较为不错的外交关系 但其1994年的外交政策文件就指出 对俄 对华外交是蒙古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日的影响比较有限 中俄盟合作完全可以保证地区稳定 所以蒙古有潜力成为欧洲资本逃逸的目的地 加之 当前中盟俄已经计划共同修建石油 天然气管线 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同时铺开 俄罗斯有东向发展的战略诉求 中国有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规划 未来蒙古将有可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枢纽地区 超量资源的聚集将会快速带动蒙古的发展 地缘政治是死的 经济发展却是活的 在此条件下 蒙古的地缘政治作用会不断凸显 所以才有了印度最近对它的罕见关注 才有了印度国防部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印度甚至希望能在这一地区谋求可以落脚的军事基地 公开报道显示 印度从2015年就开始对蒙古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兴趣 莫迪成为第一个访问该国的印度总理 而根据印方发布的消息 印度防长辛格此次访问蒙古 主要是深化印猛双边防务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 并进一步扩大印猛两军关系 包括两军交流 双边军演 能力建设和联合工作组会议等 可见 中俄印三国同时 或者说是不愿而同地看好蒙古这个新的战略方向 在世界大变局之下 中俄印都很迅速地转向了新的战略目标 那就是可能成为欧亚大陆下一个资源汇聚和流转中心的蒙古国